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了一些关于球队领袖的看法 科比表示作为领袖就要把其他人放在首位 然后帮助他们去完成一些工作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好的领袖 那么就需要成为一名好的聆听者 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你必须要察觉周边的一切 那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变 从一名得分手 球场指挥官 到成为一名总冠军 成为一名领袖 那就意味着要把其他人放在首位 那就意味着首先担心的不是你自己 自己这场比赛打得好不好 自己是否准备好这场比赛 而是要关注其他人是否准备好了 我能够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做好准备 那就是我做出大的改变 需要观察各个方面 知道每个人需要完成的事情 作为领袖知道那都是什么 知道自己可以如何在这个体系和系统内帮助他们完成这些 科比说道 科比生涯出战1346次 场均36.1分钟 得到25分5.2篮板4.7助攻1.44强断 编辑 拉尔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击点赞 订阅 转发行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散家 转发 打赏 赞 转发 打赏 拉尾 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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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